第十六题,陈十五题,对于心铜电池的叙述下列何而正确,根据老师上课教的,我们的芯片发生的反应是心会变成心离子,然后失去电子,所以电子会放出来,电子放出来所以表示我们的芯片是负极,那么铜片就是正极,铜片之间发生的反应是我们的铜离子会得到电子,会变成铜,所以选项A说铜片失去电子是错的,它是得到电子,在这里是铜离子, 选项B说芯片正极是错的,那么芯片是负极,那么根据我们国三所学的氧化还原,失去电子的叫做氧化,得到电子的叫做还原,铜片这边发生的是铜离子得电子变成铜,所以它发生的是还原反应,所以选项C说铜片进行氧化反应是错的,那么我们的心铜电池就是透过化学变化来产生电流,产生电能,所以它是一个化学能变成电能的情况, 所以选项C是对的,所以第16题问我们说,对于心铜电池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铜,能量转换为化学能变电能